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金星化大冒險》第一集 我是主持人黃豪平 現在每一個人看到我都會說 你是藝人 你演藝圈 錢到底好不好賺 我得告訴大家 錢分成三種類型 好賺的錢 難賺的錢 介於兩者之間 剛好就是我 好難賺的錢 演藝圈的錢真難賺 但是現在呢 因為錢難賺 在我們眼前的理財方式 有百百種 到底年輕人該怎麼樣賺錢 該怎麼樣選擇 屬於自己的理財方式呢 今天的主題就是 年輕人的理財 我們希望在年輕人 通通變老之前 趕快先幫助各位 搞清楚怎麼樣理財 才適合你們 所以我們今天要告訴你 到底你是理財達人 還是月光族 今天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就是我們3Q哥 陳柏惟 好 我是立法委員3Q彈柏惟 我是介於好的政治人物 跟帥的政治人物之間 你叫好帥的政治人物 非常好 掌聲鼓勵一下 這是體育反三 我覺得說 這個委員其實 最近很辛苦啦 工作的時候其實壓力很大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小時候在菜市場旁邊長大 所以那個氣味並沒有傷害到我 飛來飛去這些東西都非常習慣 我會早上5點半起來 看那個豬商在燒豬馬 對不對 對 然後對那個菜市場的運作 排骨一進120 這個我都很理解 所以還好還好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立法院會變菜市場而已 好 不用擔心 這邊有一些問題 先來了解一下 這個3Q哥的背景 第一個問題是 3Q哥聽說以前在當電影製片的時候 年薪有200萬是真的嗎 真的 平均下來有 我們是接案過日子的嘛 所以一定會有大月小月 大年小年 剛好我們在做的時候算電影業蠻蓬勃發展 然後那個時候 還沒想到公司也接了很多中國的案子 所以我都有到那邊去的話 就比較有獎金加班費那種東西 加一加差不多 我在裡面5年平均下來應該有200萬 那個時候的年薪200萬 跟現在比起來應該是一個巨額 怎麼叫那個時候啊 也才幾年前 你有沒有當我80歲 你今年幾歲 36 36歲 這麼年輕就是當委員了 你是問10歲還是虛歲 你10歲虛歲會差很多嗎 不過就差1歲嗎 算了我不要回答 這個變虛歲虛 來第二題問一下 第二題 聽說柏惟哥原本有車有房有百萬年薪 生活過這麼愜意 怎麼會想投入如此紛亂的政治環境當中 我認為所有的事情走到最後都是政治 很簡單嘛 請問你客廳的桌子髒了要不要擦 要 要擦 不是 要看它是誰的桌子 那政治我們如果嫌它髒的話 你要不要管 那看它是誰的政治 那如果那是我們的政治我們就自己去清理 就這樣子 我讀了學校正大有一個孝哥第一句就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 對 當然 所有人的事情最後都是政治這個層級 對啊 所以我們如果一直在嫌它 那就應該要動手去處理它 不是投票 所以說在電影製片賺的那兩百萬年薪 是不是都最後花在選戰上面了 選舉之前我就有跟自己講說 不能花到自己1塊錢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都是募多少花多少 我很誠實 這個都是公開的嘛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作章後來做了三個月 因為東西每一個都要時報時銷 我不確定可能除了總統候選之外 我那邊的小額捐款應該算前幾名多的 因為年輕人很喜歡你啊 小額捐款多就是10塊錢 人家捐10塊要做的事情 跟人家捐100萬要做的事情是一樣多的 所以當你比數多的時候 後面就會蠻辛苦的 好來 下一個問題 存錢這部分 賺了這麼多錢 或有時候錢這樣收入進來 最後你錢都存在哪裡呢 放銀行 不然放家裡 放銀行 只有放銀行這個選項嗎 小時候會拿紅包去買股票 多小 國小的時候嗎 國小 國中就有 媽媽剛好是金融業相關嘛 哇 那我們考一下你理財觀念 你 據你所知 有哪些理財方式是可以選擇的 啊 什麼我不知道 基金 保險 定存 股票 聯動債 有沒有的 相當多 房地產 那你自己有在從事的理財方式 我剛剛講的應該都多多少少有碰過 但是我現在都沒有 現在都沒有了嗎 很麻煩啊 我現在公眾人物 我現在買個股票 大家查得要死賺一塊十塊也要罵 疲勞 你說很怕就是說買個東西 啊萬一說今天它 我是不怕 我只是嫌麻煩 你要這樣子不如把時間投入在重要的事情上 我的理財觀念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對 一般來講 大家都是想說我要投資什麼 虛擬貨幣啊或者是外幣等等的黃金 不同的東西 但是每天在那邊看東西 不如把時間拿來工作 這是你的想法 對啦 對啦 我的想法是這樣 好 那小時候投資有賺到錢嗎 有啦 那個時候投資 丟什麼東西都滿會賺錢 不過後來也會賠錢 以前我們在講菜籃組什麼 這個大家要 菜籃組的意思就是 那個媽媽 去菜市場買菜買到一半 會菜籃拿著 然後去那個所謂的浩子 就是那個 整面牆都是股票電視的那個地方 連菜籃組都買股票 意思就是那個時候很活絡嘛 就連家庭主婦都有辦法投資理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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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具體理財觀念 其實我是透過我爸那邊 認識這個世界比較多 爸爸怎麼樣教你這些理財觀念 我爸坦白講 他沒有固定的工作啦 所以他比較是行而上的這種觀念 比如說不要交壞朋友 我爸跟我講一件事 我記得到現在 其實人在世界上不應該追求數字 應該要追求信用 錢本身沒有價值 因為我們不是用金塊在交易 我們是拿一張印出來的東西交易 那個錢這個東西 本身代表的不是他有多少重量跟價值 是你這個人有多少信用 我做人做事或者是專業很好 所以我們會做到 比如說有一些工作薪水比較高 是因為這個專業 這個社會比較需要 有些人出門吃飯不用帶錢 原因是他有很多朋友 對我來講理財是 經營個人的一個工具 他在信用的下面那一項 而不是最高追求的目標 所以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公眾人物講過說 年輕人如果賺不到4萬 就把他花掉出去交朋友 不要存錢 那個年輕人聽了就很生氣啊 可是我們換個方式講是怎樣 你要投資 你要拿那些錢去投資 你不如把那些錢拿來投資自己 培養自己的信用 那未來可以賺更多的錢 這確實是年輕人應該保有的理財觀念 我認為是這樣子才是一個可長可久的方法 反而是 因為我小時候我也讀過一本書 叫《窮爸爸 副爸爸》 我不否認那個理論 但是問題是 你具體到底要怎麼樣賺到那個錢 最後還是會回到 你有沒有專業去存下第一桶金 對 跟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嘛 你有穩定的工作 你才有辦法我每個月要買一個19塊的股票 然後我要買20年 然後他會變幾張配股配息 預期多少 那個東西才有實際達到 那個前提是什麼 你要有工作 對 你不應該只是靠投資工具在賺錢 而是你有一個本業 然後投資工具是個輔助 是你的想法 事實上不是每個人都有副爸爸嘛 所以我們應該要想辦法 把自己變成副爸爸 我覺得那個才是 做自己的副爸爸 對 那個才是最核心應該要做的事情 好棒喔 你們家媽媽教你做事 然後爸爸教你做人 把這些東西觀念 慢慢的金融觀念 從裡到外全部都建築起來 其實沒有那麼偉大 沒有那麼偉大 他們身教重於嚴教 就是他們做事情的方法 旁邊看看 自己有一些想法 我們下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來問一下是說 你接下來有什麼樣的財務規劃目標嗎 那個資產風險是這樣嘛 你錢到了一個程度 你反而會擔心它不見 倒不是在擔心還要賺多少 那對我來講 錢不是唯一追逐的目標 是我個人信用 這個比較不好意思 但是要對得起相信你的人 所以包含你的團隊 包含你的支持者 甚至關心你一舉一動的社會大眾 我認為那個才是我的目標 所以養好目前的團隊 可能就是3Q哥目前的財務目標 維持現有的信用 然後做大家的榜樣 做大家 哇這個感人感人 先幫你拍個手 感人太感人了 今天非常的開心 可以邀請到這個 3Q哥來我們節目 但今天我們主題叫做 年輕人的理財 其實呢 我們這邊有一點點資料 是關於我們查到 立委新年度財產申報的部分 柏惟哥 你目前名下 一筆土地 兩筆建物 一台汽車跟現金2萬元 存款高達4413973元 這家底還不錯 講這個其實滿悲傷的 那個400多萬裡面 有330萬是選舉補助款 因為我拿11萬票 一張票30塊 對 我總不會現金拿了 所以就是拿那個支票去弄 丟到存款裡面 選上之後再重新申報 就多300多萬 所以我本來裡面 大概存款是100多萬 然後房子車子是真的 房子很便宜啊 房子那個時候買250萬了 什麼區域為什麼這麼便宜 那麼厲害 在高雄的中正體育館 交流到附近 其實還不錯 那當然我剛剛講 年薪200萬 我們大概在那個公司 做了5年左右 包含股票 包含薪水 就是一般其實如果真的 好好用心的上班啊 賺錢 這個是有辦法累積得到的數字 我買125萬 現金 因為房子是250萬 其實那個一筆土地兩筆建物 都是同一棟 那是公寓啦 然後陽台 室內 還有公社 我不確定 然後土地好像初一十吧 我剩下125萬貸款20年 好像一個月6000吧 唉唷 一個月貸款只要繳6000塊錢這樣子 這個算是大家都應該 有機會負擔得起的 對啊 因為事實上就是 我們在社會的地位怎麼樣 就值什麼樣的房子 立法委員值250萬的房子 那當然也有更好的 也有更差的 那現在立委一個月大概是領多少錢 我記得是17到19萬了 我沒有很懇切的印象 那你領到這個錢 大部分都用在什麼地方 養團隊還是 養團隊跟交際吧 交際的部分是怎麼一回事 交際如何有交際 比如說今天豪廷要約我吃飯 我總不能讓你出啊 真的嗎 那我們等一下 他吃飯之後就直接先去吃一塊 你就不要沒去 等一下我就錄影下來 看你有沒有去 我覺得太可怕了 我跟你講這個3Q哥看起來 為人豪邁一點點 我很怕在他的那個局上面 喝酒啊什麼東西會暈倒 反正我們都是健康正常 我喝酒有自己的哲學 真的假的 哲學 不勸酒 不勸酒 這就是要跟這樣子的人出去 一起吃飯一起 是這樣子講的 哈哈哈哈 暗中在捅一刀 好 那我們問一下是說 因為其實剛才提到說 像是你的爸爸媽媽這樣 教你這樣的觀念 所以你的理財方法 相對保守一點點 那你沒有試著去嘗試了解一些 比較新穎的理財方式嗎 應該這樣子講 我全部都了解 我是了解了之後不去的 我並沒有說這些商品不好 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你如果想要做投資 你必須要認知到 所有的投資都是有風險的 對 而投資還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賭博 投機跟投資三個階段 賭博是你贏我就輸 我贏你就輸 零和遊戲 那投機呢是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就把錢丟進去 然後你突然賺到錢了 你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會賺 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名牌 可能是因為我覺得這四個數字 跟我的電話號碼 門牌號碼一樣 我就買 或者是 我覺得這個名字聽起來不錯 這個東西有玉山 這個東西有這個 什麼 跟你的名字有什麼重複 所以你就去買 所以這個叫投機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叫投資 他對這個國家社會 甚至全世界是有益的 比如說以前在紅的金磚四國 新南巷 然後這個台灣的某一個產業 概念股 那個東西你投資 你是希望他賺錢 你也賺錢的 因為我投資下去的時候 他如果賺錢 其實對於說 我自己這個生活的環境 也是有幫助的 對 所以我們期待的是 如果你都了解了 賭國投機投資的差別 那你把錢花下去 我想不管賺後賠 你也會心甘情願一點 我這邊有個數據是很妙 他說台灣人退休之後 根據調查說 一般人每個月至少要 4.8萬元才夠用 而且要存到1810萬元 才能夠比較舒適的退休生活 委員你覺得這個數字 聽起來是合理的嗎 聽起來應該是1800萬 然後有一個多少%的利息 可以每個月生出正常的 對 如果你有 可支配所得 有1800萬 因為1800萬一定跑去 買一個什麼東西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因為1800萬不會想著 全部放銀行的 就是要隨時有一些彈性 去因應說環境有一些變化 那因為社會 我們之前社會 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信任不足 常常在講 不要交到壞朋友 小心被騙這樣 而且那種互助感不足 最後就會變成 我應該要自己很有錢 當大家要追求自己很有錢的時候 就造成了反而一個 反而會造成一個很奇怪的 變態的現象是 我們看到有一些 有錢的人沒信用 有信用的人沒錢 啊 兩極 那個才是 台灣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的 但是我們總是會面臨一些 比較當下的現實的財務困難 例如說 你可能 你是屬於那種比較保守類型的 未雨綢繆 還是說好 活在當下 我先把這一個月過好再說 都還蠻活在當下的 尤其是像我們之前的這個 電影的製作 我常講我們做電影 需要活在當下 對啊 你必須要趕快把事情做完 可是像這種充斥型 我常說我這個叫 專案型人生 我這三個月忙一件事情 結束 然後我會有一筆利潤 然後接下來再三個月再忙一件事情 你在每一次專案結束 你獲得的利潤其實都比人家多啊 因為我們很認真在工作 所以我獲得的我會比人家多 薪水也好 選舉的結果也好 所以事實上我現在就是一個 36歲有車有房 爸爸媽媽沒有留很多東西給我 但是完全不用擔心說你的財務 但是我對我所有這個收入都不會 都不會覺得財產來源不明 不會有壓力 而且也不用擔心說跟別人交代是模糊的 對啊 我必須說 我覺得很多年輕人缺乏像這樣的性格 所以他們對於環境變化啊 突然一個波動就很緊張很緊張 你這個性格 我覺得是大家應該要去學習的 專案型人生 我認為這個叫做海洋型性格 海洋型性格 海大百川 對 因為事實上台灣是個島嶼嘛 你知道我們的祖先全部都是海盜 嗯嗯 講難聽一點就是這樣子嘛 海盜有什麼性格 我人在船上飄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遇到風浪 對 所以我的想法就只有一個 盡早的找到目標 然後想辦法今天要活下去 對 趕快能上岸先上岸 對 所以台灣的商界有一句話 台幹台商們出國 他們有一句話叫做 就是 我有一卡皮箱 我行動力強 對 然後我想到什麼做什麼 然後我要去跟全世界講 我們很厲害 台灣是個獨特的島嶼 那種海盜性格 是 所以你看世界上的島嶼 台灣算是島嶼裡面前幾名的 唉唷 日本 也是侵略型的 對 他曾經有這一段 英國 你看他曾經叫日不落地國 所以作為一個島嶼國家的這個子民 都應該要有這樣海洋的性格 要有侵略性 不服輸 然後而且要有彈性的 去面對那些風浪 對啊 好 所以其實 陳柏惟的這個財務性格 是相當特別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 其實台灣有很多潛在的年輕人 也有這樣的財務性格 如果你不知道 自己跟我們3Q哥像不像的話 我們現在來玩一個小遊戲 好 這個呢 就是我們特別為各位來準備的 金融財務性格測驗 我們來做一下測驗 看看你是不是跟3Q哥一樣的性格 進行測驗的時候呢 只要一題一題的回答 像這邊這個題目 慢慢的你就會看說 在購物之前 我每次都會再三仔細考慮 非常不符合 喔 你是完全不考慮的人嗎 我無考慮 無考慮 喜歡就買 加他就買啦 錢沒有不見 只是變成你喜歡的東西 對 當被推銷的時候 很划算的話 我比較難拒絕 我認為需要比想要還要重要 有 need是比want還要重要的東西 下一題 你的日文講得不錯 我的那是英文啊 英文 我每次購物前都會先列好購物清單 沒有 哇塞 你真的是就是真的很活在當下的人 我去老師多一趟 可能會什麼東西都沒買就走 哈哈 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來 反正 我是那種走進大創 我會買一堆我根本用不著的東西走的人 是嗎 對 我有足夠的存款 應該可以 好 所以我們其實呢 今天的觀眾可以看到我們這個財務測驗呢 進去之後回答完所有的題目 你就會得到一個獨特的財務性格代表的動物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3Q哥到底是什麼樣的動物 做完這個財務性格測驗了 我們3Q哥已經變成了一隻可愛的小松鼠 松鼠的台語是 碰氣 碰觸 碰觸碰觸 看你住什麼地方 不同的發音 碰觸 廚蓄高手就是我 這個松鼠 我們這邊財務性格測驗會有6種不同的動物 你在看什麼 你遮住了一小塊 沒事 那是玩具 因為你會花錢 他一手拿錢 一手拿這個 這什麼啦 這個 有點可怕 沒事 沒事 不用擔心 是玩具 我們講一下它有6種不同的動物 哪6種呢 這個松鼠先來講 喜歡廚蓄 甚至享受廚蓄的感覺 對支出管控傾向嚴格 但過度的話容易落入 只看現在反而忽略 長遠的自我成長跟投資 哇 只看現在 然後忽略長遠的自我成長跟投資 這跟剛才你說的專案型的人格滿像的 應該說會關注自我成長 但不會關注長遠投資 就是重點放在自己身上 不會想說 還是在個人經營 我覺得還是經營個人 就是未來什麼才會自由 部分正確 除去高手 而且剛好他的結論是 除去高手 我事實上就是 只剩除去這個金融商品 就是定存這些東西 或者是 歪打正早 放在自己帳戶 就是你唯一的自己採訪式 對 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是弄到什麼 台灣藍雀 規劃高手就是我 台灣藍雀 你要不要猜一下 這是什麼樣的性格 願意承擔高風險 高風險嗎 我覺得愛規劃的人 像我就是一個不太 不太承擔高風險的人 我要講一下 台灣藍雀 因為牠是飛在天上 飛在天上 不用擔心 地震的話震不到牠 然後牠也是台灣特有種的生物 牠特別有種 花錢特有種 我講一下台灣藍雀是什麼狀況 牠指的是 對錢財的分配跟運用的 比較有計畫思考 但是也因為過度計畫 所以落實不易 將陷入焦慮 我真的是這樣子 就我常在那邊想說 這筆錢要不要花 這筆錢要不要弄 然後每天在那邊想想想半天 到最後 這個機會已經被人家做走了 該花就花了 把握當下 專案型人生 好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其他動物代表什麼東西 有一個是價格敏感面的貓咪 價格敏感度比較強一點點 有消費比價的習慣 理財傾向冒險 好 另外一個是螞蟻 螞蟻是節制紀律面 對於消費有所節制 理財紀律跟持續力也比較強 但過度的話呢 該花不花 亦缺乏彈性 剛才講彈性這件事很重要 情分傾向面 蜜蜂是行動派 雖喜歡舒適生活 但會努力利用自身勞動 例如兼差或DIY開源節流 但如果財務規劃意識薄弱的話 會陷入窮忙的風險 這是蜜蜂的部分 嗡嗡嗡一直忙 再來最後一個是財務意識面 貓頭鷹 對自身的財務規劃呢 比較有整體性意識 除了消費比較理智以外 也比較有應對風險跟意外損失的概念 只是有這個用錢跟投資傾向過於保守之餘 來3Q哥 你想吐槽什麼東西 你在怎麼規劃高手 市場還是有比你專業的人 你是說像什麼樣的人呢 理財規劃啊 理財規劃專員 銀行業務啊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你真的不擅長投資 不如交給那些專業的人幫你 所以找一個可以信任的 相關原生性商品的業務 信得過的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當然 這就回到你剛才講的信用的部分 當然感覺上好像也比較困難 尤其是年輕人如果說 像你剛剛講的 投資在自己身上 把自己專業做好 那如果你沒時間投資的話 找到一個你信得過的 職業專員幫你處理 我講個人的話就是銀行帳戶 那你講公司的話是什麼 就是會計帳 哪有老闆在自己做會計的 對 因為他都在做決策 他在決定大方向 對啊 所以其實還是 你把你自己的專業管好 錢這件事情就只是數字 你把你自己的東西做好 數字一定會一直增加 如果再想要再進一步的包含節稅 投資理財幹嘛的 貸款 那你就交給專業的人去做 但重點是要找得到 信任的那一個人 你自己有信用的人 你也會吸引那些 有信用的人跟你做朋友 對啊 我想是這樣子 好 那最後我們是不是 請3Q哥幫我們的 現在年輕人打氣一下 因為現在年輕人面對說 這個不管是疫情的新時代也好 理財很重要 但年輕人應該怎麼樣面對 接下來的環境 最後講幾句話 我認為是這樣子 這個 我從小就有一個 我跟我哥從小就有一個概念 我哥要當店長 要給人家請 他是一個餐廳的廚師 是個高手 那我從小一直都覺得 我有一天會當老闆 那這樣子的這個目標設立的過程 其實就是在我們在增進自己的 本質學能跟專業上 有一條很明確的道路 那事實上我哥後來也當了店長 我也當了老闆 雖然用很奇怪的方式 那我要講這些事情的原因就是 年輕人是比較能夠承受風險的時候 當然不代表要把你的現金拿去賭博 或者是用這種孤注一字型的方式 去做投資商品 反而年輕人在這個所謂 可以承擔風險的過程 應該要增加自己的本質學能跟專業 那你會發現 當你很努力的去做好一件事情 一個企劃 或者是一個怎麼樣的開店生意 那它很有可能會為你的未來 帶來更多的財富 我認為那個財是理財的核心 雖然有人說人不理財 財不理你 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人定勝天 所以讓自己這個專業學人 讓人家講到你的行業 第一個會想到你 講到好吃的東西 第一個會想到你們家餐廳 講到好笑的人 第一個會想到黃豪平 這樣子那你就不用擔心錢會不夠用 是的 我相信自己就是最好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 投資什麼東西最好 投資自己最好 謝謝3Q哥 3Q 謝謝大家 我是黃豪平 經濟化大冒險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金融研訓院的院長黃崇哲 金融理財不該是屬於特定人的學問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一定的知識 我相信只要懂得去調整自己儲蓄 和消費的習慣 學習如何使用 適合自己的理財工具 來為自己的人生做規劃 就能夠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 這是金融研訓院 覺得非常重要的使命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開發了 財務性格測試這個工具 有一句成語叫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透過這個測試 讓你更認識自己 分析自身用錢習慣 及財務個性 才能百戰百勝